可以用有机肥 也可以不用有机肥 那到底用好呢 是不用好呢 如果你想产量高 品质好 然后呢 同时成本地的话 然后呢并且再少 我建议你不用用有机肥 为啥呢 用有机肥代价太大了 你买有机肥的 它又太贵 为啥贵呢 有机肥里面单来加含量的 一般5% 我们的化肥呢 一般30%到50% 也就说呢 有机肥 该化肥 它的有效成败呢 是一比十啊 你买有机肥的话 七八百块钱 如果化肥的话 是不是太贵了 一喊两句嘛 然后再一个呢 有机肥用的 是不是太麻烦 你要翻地 是吧 你要麦棚 太麻烦 就实用成本太高 所以说像我这边呢 急着重啊 我一般不用有机肥 然后第二个呢 用有机肥太危险 如果你是高手的话 你可以啊 特别是我们在温度高的时候 温度低的时候啊 六七八月份 然后呢 一月份左右啊 你用有机肥啊 一定会出现死磁病 你会用的吗 可以用 你不会用的 你不要用 虽然说呢 用有机肥啊 不是我们的必选 但是用有机肥呢 它成本太高 那我们不用有机肥 我们怎么办呢 一个方法呢 我们会配肥 提供全素食用肥就可以了 第二个事呢 我们会改良土壤 改良土壤呢 你可以用结枝啊 像我们受控提倡的 结枝还钱 不增加有机质吗 是吧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那个 刀壳 来增加有机质 或者说呢 我们要蘑菇渣 酒刀都可以啊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有机肥啊 用的代价太大 然后呢 风险太大 那为什么 我们要推往有机肥呢 因为有机肥呢 我们是一个生态农业 给那个养住厂处理垃圾 好